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择在草丛里蹲覆 四周春意盎然 不远处就是依次排开还在悠闲觅食的野牛群 母狮和野牛的奔跑速度几乎一样 都是在60公里每小时左右 这个距离 母狮要追上一头野牛不是难事 但是问题在于能追上不代表能逮住啊 这边野牛群本来还在慢悠悠地吃着青草 突然间就发现身后趴在草地里鬼鬼祟祟接近的母狮 于是一头愤怒的大野牛立马冲出来 制止母狮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 不受殆尽的母狮并不气馁 好在她的同伴此时也跟了过来 母狮姐妹还想借此尝试凶回去 可是看起来效果不佳 野牛根本不虚 对着这两只母狮也是一顿狂怼 根本不给草原之王半点面子 随着母狮周围聚集的野牛越来越多 而且前方又有新的野牛小群体前来会合 他们看到停留在中间碍眼的母狮 竟然还联合起来欺负母狮 没办法 看样子没有狮群的帮忙 是刚不过这群蛮牛了 在这里不受欢迎 又势单力薄的母狮姐妹俩 也只能放弃今晚吃牛肉的 不切实际的想法 还是再去别处找找看 有没有其他好抓底的猎物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